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8至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 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或叫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 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 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 踏你所望 大家好 各位早晨 大家昨晚可能关注美联署的议息会议 议息会议的结果昨晚就出来了 昨天我们在收市这次时间节目也有说到 其实现在市场已经预期90%会加0.75% 变成了所有东西 无论你出业职还是所有东西 其实已经预期了 已经周围都是说的东西 其实一般是预期来的东西 所以昨天的情况就是 加0.75%就是符合预期 加0.5%就比预期轻了 你说比预期恐怖的 所以应该就只是加1% 昨天也有些人说著名的基金经理Bill Edmund 就说要1%才可以 7月再加1% 要重出击才可以压到通胀 但1%应该市场会比较恐慌 实在太大力太急 应该顶不住 他的意思就应该是 快点做了解决了解决了 好过在慢慢磨 现在就加0.75% 不过巴威尔都说 坚决是压制通胀的 为什么美股反而是升呢 好主要就是 首先0.75%本身已经预期内 已经是price inside 还有这几天说 标指 道指 纳指 全部都是 其实呢 我都要尝试按一下这些东西 按RSI出来看看 其实这几天不是连日急跌的 1 2 3 4 5 不连音 连音之后 去到 就是 因为前几天就去到好超慢的情况 就是已经 因为自从上个星期出完CPI数据 通胀再加高期 其实市场已经这些声音出出来 所以已经是price in 0.75% 反而出来之后 还符合预期 因为已经说到要加1% 符合预期 没有… 按一下 这个又不见了 符合预期 没有说那么恐怖 这个网号 按回来了 反而就没有事 还有 白威尔还有一些说话 这个是比较大手 比较罕见的情况 已经是 也是美联储自1994年以来 最大的加息幅度 白威尔也有意安抚市场 就说通胀形势 令美联储6月加息75个基点 预计 这个就不会成为常态 而且也否认 连续多次超大幅度加息 当然他也有说到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可能会令美联储 失去软着陆的可能性 因为这是一个不确定性高的环境 没有理由认为量化紧缩 会导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我说市场 没有必要过多受到量化紧缩的影响 预计去到2022年的下季末 联邦基金利率就会被提升至2%以上 3%以下 希望2022年的年底 可以加息到3-3.5% 这个比较有限制性的一个水平 主要就是加息大家都预期了 之前跌了 所以昨天说 我们也有个观众说 其实上次也是 加完呢 因为加之前已经 宣布加息之前已经跌了 反而宣布那一刻 又超迈远又借势反弹 加息前后 其实加息前昨晚 早段已经夹上了 美股 现在的情况就是 就是如此 美股昨晚就大幅 不算大幅 小幅的反弹 也算有超过1% 比较显著 因为前一天 开始跌稳了 前一天 其实已经 那一天就没有什么波动 昨晚也有少少波动 三大指数升1.0-2.5% 继续就是蓝指的波幅 比较强一些 很多的科技股都有个反弹 而年日是强势的 前日就是说 其实美股没有继续跌 中概股已经反弹 中概股就非常之强 昨日 日本中概股都是多数上升 蔚来升超过7% 新东方就更厉害 这个就更厉害 连续四天都升 收升近一成 其他中概股方面 京东和百度升近3% 网易跌超过2% 拼多多跌超过1% 巴巴升2.7% 腾讯ADR升1.3% B站升4.4% 现在都是这个行程 中概股强劲 恒生指数现在高开207点 开报21515点 我们看看恒指又来到什么情况 前排大约试到去 如果你说之前是看21,000 它是穿了的 穿了就是6月14日 其实开市的时候穿了 但幸好收市都收回21,000 因为受着外围的拖累 因为都是低开之后 有承接的表现 其实整体真的 真的看到中资这边 是强过外围很多 已经是低开上21,000 之后又再开 昨天也是再开阳烛 今天都再高开 现在上网的位置 都是去前几天的顶先 22,000先 暂时就是先看到 股份方面 现在的成家榜上 不算很易读 还是新东方在自己 自己继续爆升 升14% 年日来那么强劲 主要资金流入是有的 的确是见到 这个逆转是很明显的 最新的 昨天是北上资金 都是正买日 133.59亿 这一次已经是 近十一个交易日以来 第四次 北上资金 是加仓超过过8亿 正买日方面 就是招商银行 平安银行 东方财富等金融股 都是有正买日 9.3亿 6.7亿 和3.2亿 正买出方面 就是令德时代 阳光电源 比亚迪 这些新能源车股 持续租到抛售 但整体上 如果你撇除了这板块 其实为什么这些会抛售 我想都是因为 比亚迪 应该是再早一点 在市未升上来的时候 它已经在爆发 累升得多的一时 也去到比较超卖的水平 这些时候 一般会有些获利盘 但整体上来说 就看到 北上的资金 是有流入中A股市场 而这个也是对于港股 其实整体中港股市 我们都是命运相连 上证今天都高开 今天就很轻微高开 高开0.04% 就报3306点 但都已经是由5月的低位 拉升得不错 始终现在这个环境 都应该是可以预期港股 都是会继续港股这边看跑赢 资源股 这里都有一个小小的 看到有一个小小的开始转向在 昨天说 有些油企 有些美国的议员 想提议要加些油企的税 这是其中一个 对于资源板块 尤其是油股的一个风险因素 最新有消息说 拜登都写了信 给很多家美国的油企 要求解释 为什么不肯市场投放更多汽油 这是6月15日 据消息说 路透的消息 拜登6月15日 要求美国的石油公司 解释 为什么不肯市场 投放更多汽油 拜登就写了信给 几家公司 马拉松石油 雅来 雅来罗能源 和阿克森美夫的高管 抱怨他们削减煉油量 可以增加利润 上周他曾经说过 阿克森美夫 赚得比上帝更多 而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白工官员 就说这封信还寄给 Philips 66 雪佛龙 英国石油公司和银牌 相信会是其中一个 油股 这几天相对受压 之前也是跑赢大战 这几天短期来说 就开始出现了的 跑输大战的现象 还有个别 无论是油价也有下少少 油股 和个别有一些资源股 都开始看到高位 有少少承压 开始就 反而现在比较 特别是有这个动力 就变成在低位反弹的股份 科网股和中概股 中概股 中概股是年日 是受到比较大力 强力一点的资金 是有吸纳的 都是维持 看中概股和科网股跑赢了 就准备开市了 不如我们去一去广告 稍后回来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恒生指数都维持在大致上 在开市委附近 升200点 刚刚少了一点 197点 大约是200点左右 暂时升幅 21510点 榜上是新东方 就继续在冲 升两成 Terry就说9988提 上下提什么位 今天暂时是成交榜的第一位 这一轮他也是非常之有弹力 因为本身巴巴就是整个科技整改 的一个震样的一个开始 其实就是由蚂蚁上市 触招开始 所以如果蚂蚁可以是重启上市 对于现在一个政策转向 会是一个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 其实整体上整个板块都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在炒这个政策转向 当然 将来之后 会不会松回一排 去到什么时候又会有一些打压 这个政策的东西是比较难去捉 但是暂时看到资金上 是真的全部都是已经开始反映着这件事 是炒进了转向 那就是暂时捉了一些 大使的升幅 Terry说 爸爸上下提什么位置的时候 都是昨天的情况 就是整体整个板块回完之后 再起动是很好 因为你有很明确的部署 你就很清楚 找了个支持 就知道如果这个位置穿了 其实就是 拼了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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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韭菜又跌回 你很清晰知道这个部署 这是很重要 就是98.25 如果你用开市收市计 如果你用低位计就是97.2 现在大约就是98 这个做防守 上面就看116.2 都是很清楚整个区间就在这一套 其他我想大部分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可以设置到这些位置 Cony就有几只深水 777 777 首先这一只比较不算不大 相对上 那个波动又比较大 会比较刺的一只 而它就已经拼了上来 拼了上来 就去到超买的水平 又没有什么回 那这些位置就 我想记一记 真的有回落先 2333 2333 都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这只都真的比较超买 98.6.8 98.6.8 我觉得这个可以想一下 因为它又是跟中概股 它又是跟其他中概股 科网股都一起 就是前几天 应该跌到6月14日左右 就开始找到支持起动 已经是三年羊 其实昨天都可以是一个机会 今天又没有说 升了3% 它又没有说真的已经爆上去 你便不要追 都总 这个 好 就试中 108.8 暂时初步 是突破中 应该OK的 你不如看看 会不会 可以正式地找到 但整体上都OK 就是96元做止虚位 第一关是108.8 现在就试中了 接着第二关 就是122.8 都是慢慢去 慢慢看上去 所以你这三只来说 我会选一只900 600 都是炒 昨天有个消息 就是想让中概股 可以入港股通 这个其中一个消息上 近期 是因为始终整个 整个中港股市 是看到有些资金流入 所以在这里看到 就是强一点 而中概股也是一个 特别波动的一个类别 所以是有受到的提振 始终和它的板块 都是现在国家支持的 一个重点之一 Cony还有一只 2319蒙牛 会有货 怎么看反大目标 40.4有货 你看着指示位好一点 35.6毫半做指示位 现在基本上都差不多到 你看这个位置 反大目标 10天线先 38.8 但你不能看目标 其实那些目标 这个目标 真的不是很重要 又是 所谓大家都是看这些指标 不同人有不同的用法 这只蒙牛 首先讲了指标 最重要是你看着 35.6毫半不穿 你才能看反弹多少 穿了就在向下破 它可以向下破 再反弹 但也是危险的 向下破后再反弹 所以如果比较好的做法 其实如果你40.5毫 应该这一轮 假设你这一轮已突破 握了你进去 应该38.1是指示位 如果你是在向下破的时候 果断走 也不需要等破完再弹 才走 可能价位差不多 但你承受的风险是大很多 因为向下破的时候 很大机会再跌 而且之前有说过 蒙牛也是一只港股 比较少有的强势股 但月线图 底是38.8 月线图破底是一个比较差的征兆 当然如果你要去向好那边 想就是 试五十月线 但怎样都好 现在算是在试这些边缘位 那你就搜到那个 搜到那个关 否则很容易整个长的 trend 都向下 长的 trend 向下 你是会有小弹的 但这些就变成了 叫做大 大回小涨 整个单 trend 你就弹都不方弹得多 但你刚才那个位还可以守住 暂时来说 我们都可以再看看其他的留言 现在大家都可以去继续留言 1316 1316 Kiki来世特 这个就 上网多少 4元有货 他这几天都挺粘 有开始跟着汽车的板块炒上来 这个区间都很明确 就是这一支大阳烛 6月10日 4.9至5.61 你就 不穿4.9 就先看5.61 尤其是你有缓冲位 其实挺好的 4.9可以做你的指站位 你用开始收视机的话 现在暂时都OK 你不穿这个区间 不穿这个区间底 4.9先看5.61 9.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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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转小 可以入 他又不严格来说 未可以转小 但也有个初步 你可以开始 比较进取 可以开始入场博 整体整个板块也是 昨天也有看着 因为昨天是资金 开始进入这个板块 而融上来 而今天就有看昨天 北向资金流行 都有进入这些板块 即是中资金融的板块 昨天突破9.27 今天都为时突破 突破第一个阻力 才开始有 有得去想是否转小的机会 现在出到来 正式都站运 可以进入的 用8.85 做指示位 上去先看9.98 Perry 还有说 五仔看不看好 其实他这一轮 都只是在震荡 如果你觉得有兴趣 即是中性 他就在横行震荡 不算是 网络比较慢 不算是很强 或者 按一下不见了 不算是很强 或者很弱的一只 区间都是在这里 如果你说有兴趣 入的 就可以入的 但在区间 46.75 做指示位 上去看52.65 现在市场高开之后 升幅都缩窄 现在只剩14点的升幅 还有 Cony还有些 2269 2269 和90 22的 中线目标位 2269出来了 中线目标位 我不会用一个时间去订 或者设定一个目标 一直说 我会用的方法 就是 上次也有回调 回到63是见支持的 你是逐步推高你的 即逐步推高你的指账位 现在站稍后 你先看71.85 慢慢看上去 你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在 开始有明确的 转弯 掉头的时候 就走 所以暂时 站稍后 就仍在向上 这样看上去 有时掉头就走 怎样是掉头 这里有一个 可以简单的 量度方法 当然都要看 其实综合很多东西 简单上来说 就是这样 902就差点 其实最重要是看着下面 不是看着上面 平时的说法都是这样 如果大家有去留意 方法上 方法重要的数字 3.26 3.26是放防售位 即不穿3.26以上的 那些就是正常波幅 你就用3.26来做止损位 上去就先看4元 但这个就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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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偏 偏 偏不乐观 但 你就搜到刚才的位 这里几只来说 2.269是偏乐观点 起码 起码 他有去尝试 突破三四月的高位 但902就 真的还未 板块看到有其他有起动 但还未轮到他 189 KIKI 189 怎么看呢 这一轮 他昨天出了型起 和本身产品价格 都是持续高企 这一轮 一些的 能源 或者是 新能源车相关的 上游 即叫做 资源化功率 都是偏强 资源能源化功率的上游 都是偏强 他有发盲起 昨天是有突破的 11.74是为之的突破 算不算突破失败呢 又未算 只不过暂时未得 这里两年阴 你看一下 两年阴就不入 你如果是站在10.46之下 再起到阳烛的时候就入 这个应该是可以等下 即是继续去观望 现在的情况 但这个应该是值得落 因为这一轮都开始有紙巾 但就要预计 它是会波动大一点的一只 如果现在 那个防守是10.46之下 即是10.46之下 即是10.46之下 才会看上去 3669 是不是转弱 嗯 是不是转弱 严格来说 他都 他都 没什么转弱 不算很强 有尝试 因为如果你说看他那些 那些 军线黄金交叉 那些 那算是有的 那这里你应该看完 100元 如果你是有 看防守卫的话 即最短线的防守卫 看8元 那不然你小心 他就是那些 蛋两蛋掉头 那些 那些情况 那 就 900 600 都是这个情况 我就不会去 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 就 到架 沽货 而是 他一路升 你应该一路拿着他 他回落的时候 才应该去沽货 又是 那怎么回落 怎样叫做真的回落 怎样叫做正常波幅 很简单方法 现在就是96 竟然96以上 他中间这些震荡 就是正常波幅 他穿96才叫回落 那就 先看108.8 都是这样 慢慢看上去 你是 看着支持 给他一级一级上 他一路找到新的支持 就可以继续上 这样的 这样的做法 就不会设定一个目标 有时候 可能 够硬 被问到够硬要说 但是我其实不会这样用 2318 Joey就说 军价60元 现在货 现在50.5元 可以考虑 但是其实 又假设 如果你不是本身有货 的话 你会不会 是不是真的 那么想买回这一只 你之前的军价多少 这个 你说 如果你单是问他 其实如果 49.6.5是突破第一关 突破买入讯号 其实是有的 但是 你要放止蚀位 46.1 我就不会这样做 军价60元 一路持续下来 是没有处理 再低位再加货 还有一个 这个 要搞清楚的概念 大家 亦都可以尝试 开一个Excel去做 这个也是一个 用来去统计 你自己的回报 的一个简单方法 又或者你不做 这件事 其实你计算整个币 整个组织 有多少钱 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首先你想想 你现在 假设你 多少钱 假设你 加仓 总共 买了20万 下去 你再加下去 然后 你就不是想要 溝淡的军价 这个是一个迷思 真的 也有说过 很多次 我迟些拍片 说这些 散户迷思 你买的目的 是你看好 它升 才买 不是因为 你过去有买 假设你过去 没有买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 去 想加这一款 还是 其实你看到 有些其他更好的东西 可以买 不要因为你曾经买过 而你的军价高一点 现在便宜了 就去买 虽然 单以这个来说 单以现在来说 其实它是开始有转好迹象的 但是你说 假设你从来 什么都没买过 这样去想 就会 清楚一点 买的目的 就未必是因为 它 它 现在便宜了 我觉得要 溝淡的军价 让你舒服一点 你应该整个组织 去计算 你现在新投入的钱 和你之前 买了多少 是没什么关系 我都见到 有些会觉得 跌就要去加仓 加仓 那军价便便宜了 又可以快些回家鄉 但是 其实你 新这一块钱 和你旧那块钱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 你当你一个投资 你投资 其实是 虚了钱 你还要 会不会继续 扔钱下去 来找一些 觉得比较好的 赚钱的机会 那 就 差不多 最后看完这个 3690区间 这个也是很明确的 现在就是186.4至209.4 所以这些 就 以它为例 因为它走得快些 你就会更加清楚些 你一路 一支筆 你一路 就 推高你的 指账位 就慢慢越来越高 你这些 指账位的指识 都是这样 因为 你是看它 究竟升幅还是跌 就不是看你自己的钱买 所以 现在就有新的一个 假设你在之前这些位买 你的指账位 可以越来越高 你就是这样去 放大你的回报 如果你买对方向的时候 而买得不对方向 或者 那个时机不是那么对 原来 我现在才发现 但是想博 买了 怎知道掉头 那你就可以很快 这样控制到你 那个 买得不对的时候 的亏损 所以就 你看着这些区间 它们这期都挺好的 慢慢慢慢上 上下又回下 你就很清晰地 看到整个 uptrend 还有 一路一路的支持 是一路推高 所以是 挺好的 这一轮 它们的 有很清晰的部署 那好了 那我们 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一会儿 中午再和大家看事 拜拜